昨天对于卖一季的暴跌都吓坏了 很快就在今天分析员出来安慰了一下大家 不知道你的心里是否好受一点了吗 MIYAG没事了 前景仍乐观 真的假啊 是不是像小时候一样只是一个安慰呢 订阅我 我们来解析真相 尽管卖一季 MIYAG 0138 主板科技股 获在2025年痛失移民局的合约 但分析员点出 即便遇到最糟情况 股价依旧有可观的上涨空间 延昌国际投行研究分析员在昨日 与公司董事经理黄天顺进行会谈后 了解到公司目前并未和大马内政部和移民局 就国家综合移民系统Nizi进行会谈 不过他表示 所有外籍劳工签证以及女佣签证更新等服务 将维持至2025年不变 分析员点出 迄今为止 相信卖一季将再次从相关单位 获得延长移民服务特许权 特许权将于今年5月到期 我们认为政府并不会立即更换现有服务提供商 主要是Nizi系统不会那么快赶鸭子上架 因为一旦新系统未能交付 相信将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弹 分析员表示 按照之前签下的合约 预计新的移民局特许权 将为卖一季每年贡献7000万令吉的营收 此外 该公司还提供其他相关辅助服务 如外籍劳工保险工作匹配和安置以及住宿等等 这些服务都不在特许权范围内 我们预计这些辅助服务将为公司带来 另外7000万令吉的年营收分析员指出 卖一季旗下ZTrix平台的区块链金融解决方案 预计将在2023财年做出贡献 不过 这并没有纳入在净利预测里 撇除移民服务的贡献 联昌国际投行将卖一季的目标价降低至82仙 不过 仍比当前股价水平高出15% 今日闭市时 卖一季报71.5仙 其1.5仙或2.18仙 成交量达2亿3768万7千股 是全场第二热门股项 对此 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共同提高卖一季是否值得趁低加仓 你说呢 我是爱分享的谷歌 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